恩典365 每一天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带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 得到最大的恩典和祝福 这几天一直在分享 当以色列人在爱诚失败之后 神怎么样重新让他们站起来 预备去面对下一个得胜 失败不可怕 比较可怕的是 失败之后再也没有得胜 就永远瘫在地上 那就很可怕了 人生谁没有失败 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享受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是在面对失败的时候 神告诉我们 起来去面对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然后主说预备明天 因为明天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一个经历神的开始 是一个荣耀的开始 因为破口被堵住了 然而在面对这些 我们常常说 哎呀神没有失败呢 谁没有做错事呢 可是相对的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神也提出两个字 是我们很大的警惕 我读给你听 在第七章第二十五节 那里面神透过他的仆人 约束亚这样说 对于那一个做错事的雅干 神就说 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 今日烟花必叫你受连累 连累这两个字很可怕 其实不只是在这里 当他们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 神就亲自这样宣告 神对他们说 他说至于你们勿要谨慎 神对他们说 神透过属灵的领袖 约束亚对百姓说 你们勿要谨慎 不可以取那当面的勿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勿 就连累以色列的全盈 使全盈受咒诅 连累 其实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人生当中 不要任性 不要以为 哎呀谁不做错事嘛 错了就错了嘛 我就任性 你知道常常我们任性 让我们活在一个失败的罪里面 不只是我们自己要承受那个后果 很多人讲 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自己做错的事 我自己承担 你承担不起 因为不是一个人要承担 是我们周围的人会被我们连累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容易懂的 公司的老板任性 做错了一件决定 公司的员工不受连累 一定会啊 那公司老板做的错误的决定 明明知道不对 还要做那个决定 后来公司垮了 整个公司的员工都受连累啊 雅干一个人做错事 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受连累啊 婚姻失败了 孩子会不会受连累呢 家庭出事了 我们的亲戚朋友 家人会不会受连累呢 会啊 同样的作为传道人 作为长老 作为执事 作为一些属灵的领袖 不要活在任性里面 因为我们的任性 会使我们所 我们周围的那些人 特别是在我们的遮盖之下的人 儿女 父母好像一把伞撑在上面 父母这把伞破了一个洞 伞下面的孩子一定受连累 作为一个牧者 向我自己 我也常常被神提醒 作为一个牧者 我需要谨慎 如果我这一把伞是破着 撒旦就从那个破口 去攻击整个的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 面对工作 面对婚姻家庭 面对侍奉 不要任性 不要连累我们周围那些 明明是我很爱很在乎的人 却因为我的任性受亏损 是没有人不犯错 但是不要任性 让自己活在罪里面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谢谢你透过这两个字 提醒我们 连累 不是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们当不起 因为一个错误发生 许多我们周围所爱的人 被我们牵连 求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里面有一个 属灵的敏锐 谨慎 不陷在罪中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但愿今天这段经文 我们彼此都被提醒 不要任性 不要任性 走在上帝的祝福里 不要明明知道 却明知故犯 上帝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